好 今天我們來帶一關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訪日這邊的最新狀況 稍早柯文哲是如願見到了前首相 也就是目前自民黨的副總裁麻生太郎 而這個會面其實可以說是相當的具有代表性 因為柯振營先前是完全保密到家 一直到要會面前才證實說確實就是要見麻生太郎 可見這個行程的重要性 而在稍早柯文哲也轉述跟麻生太郎 的確兩人有聊到郭台銘 馬上來聽一下柯文哲怎麼說 沒有啦 反正大概也不知道 他講得都很深入 所以我覺得不方便在這個地方講 好 其實除了郭台銘之外 柯文哲也透露說 兩人的確有就這個美日台三方的關係 就軍事以及外交來切入 而原定是要進行半小時的這個會談 因為其實聊得非常的開心 因此就直接聊了一個小時 還delay到後面的行程 而柯文哲今天訪日第三天 終於也見到這個重量級的政要 以替他這個訪日行增添不少亮點 封面吶 碼文哲 醉 中文哲 中文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